You are my only I won't let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這支影片呢是一個 就是想戰利品使用心得的影片 那因為過去幾個月來 我開始陸陸續續買了很多東西 然後也有在Vlog裡面分享給大家 那其實蠻意外的有收到 很多人對於我家的一些小家電啊 或者是我買的東西想知道好不好用 或什麼的 不得不說呢裡面有一些我買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喜歡 但使用完之後可能會有一個second thought這樣 當然這些以上都是屬於我個人的意見 那大家要以自己的使用需求來選擇 要不要購買 所以就是僅供參考 好,那我有稍微列了一些我比較常被問到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個一個開始吧 Are you ready? 好,那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詢問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我的咖啡機 那這個牌子呢 是一個其實蠻有名的咖啡機品牌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念Dilonghi 還是Dilonghi ok never mind我還是不記得 那這個的型號是EC685BK 如果我追蹤我一陣子的朋友呢 應該就會知道為什麼我會有這台咖啡機 本來並沒有打算要在家裡添購一個像這樣子的機器 簡單來說這個本來是我要給伊安的生日禮物 所以我之前在香港買來之後把它扛到日本 但是發現電壓不一樣 所以我又再把它扛回來自己用 那這個是一個cappuccino coffee machine 就代表是你可以煮espresso 然後這邊有一個就是這個nozzle 你可以沖奶泡 整體來說我是很喜歡這台機器的 首先第一個是它的體積算很適中 就像我這樣一個人的小套房 這個不會到太佔空間 那另外它像這些按鈕或者是功能操作上面 都還算是蠻容易上手的 所以網路上面有很多的youtube像教學影片 所以如果大家有買了這個機器 但是不太知道怎麼用的話 其實網路上面有很多的教學 除了這個機器之外 它還有附一個 這個叫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是裝咖啡的 那裡面就有一個像過濾的東西 ok never mind 我現在講出來可能會被就是 咖啡專家給丟 對 我在講下去會顯得我很沒有嘗試 但很多人會想要我推薦咖啡機 如果你想要像這樣子 就你可以自己沖espresso 可以打奶泡的話 我還蠻推這一台的 但你如果是比較懶或是 可能沒有這樣子的需求 你只是想要一個小巧的咖啡機在家裡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可以買那種像 雀巢或是nespresso 那種你丟膠囊進去的很方便 然後咖啡也真的越做越好喝 所以你不一定需要買到像這樣子的 如果輕巧跟快速是你的主要訴求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考慮另外一款 但如果你是喜歡在家裡 就是有一些home cafe feel的話 我覺得這台是蠻推薦的 那因為它不是真的就是非常專業那種一大台的 所以我自己後來有再添購一個 同一個品牌的磨豆機 這個的話我覺得也非常的好用 因為你就基本上把豆子丟進去 然後用力按一下 它就幫你grind好了 但我必須說呢 這個有一個小缺點 因為像我一個人喝我不喜歡一次磨很多 我覺得那樣子咖啡的味道會有點跑掉 但像這樣子的機器 你可能一次要磨夠一定的量 它才跑得動 所以如果你是很在乎這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去買那種手動的磨豆機 然後另外它有附一個這樣子的小刷子 你可以清洗一些 就是你知道在邊邊角角卡住的咖啡粉 那下一個呢 是我剛買的時候有拍片 然後真的詢問度超級高的 就是這個Modori的鍋具組 那它總共是三件裝的 有一個平底 然後中型鍋、小鍋 還有一個這個鍋蓋 以及一個 還有這個把手 就是你可以隨時這樣click上去的 我剛買的時候真的是愛它愛到不行 因為真的覺得太漂亮了 就是我通常可能拿它來炒菜啊 煎蛋什麼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方式有誤啦 它開始會很容易焦掉 我說的焦掉是不管你有沒有加油 就是連蛋它都會很黏 就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它就變得很 有一點難以控制的鍋子 你知道嗎 而且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上面已經有一些燒焦的痕跡 還有包含它的背面這裡 那我知道網路上面有人說用小蘇打粉就可以洗掉了 所以我之後有時間再來好好的處理它 對 所以平底鍋的部分是有一點這樣子的問題 但是我個人其實是很喜歡這個size的湯鍋 因為大概兩到三人份 你可以煮泡菜湯 你可以煮咖哩 你可以煮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size非常的剛好 而且拿來燉東西的話 就不太會有剛剛平底鍋那個問題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人品的關係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個湯鍋的 而且是你看這樣子蓋上去 有多美 OMG 這樣子買一個set好像是1100港幣吧 就我覺得算是一個小小的investment 如果你真的要講的話 大家如果很想要買的話 我覺得還是值得的 因為它真的很美 但如果你是追求比較實用性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沒有很後悔買這個鍋啦 但就覺得 使用之後有點小改觀這樣子 再來是兩個我買了覺得 有點mix feeling的杯子 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我之前在韓國代購買的 然後他們的品牌是bracket table 那我非常喜歡bracket table 他們家所有的餐具 看起來真的都超可愛 然後instagrammable so cute 你們應該都我在我的vlog裡面看過這兩個杯子 我用它來喝水 然後用它來喝拿鐵 但是呢 我們先講 我們先講這個杯子好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它 就是現在已經有點 就是霧霧的感覺 然後看起來髒髒的 我已經很努力的把它洗乾淨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它的材質還是怎麼樣 它很容易會留下像指紋啊 或是有些灰塵的印子 所以變成說 它很容易看起來 舊舊的 然後 像它上面這個蓋子 因為是塑膠的 那我有一次裝了果汁之後 你有看到它這邊 會有一些stain 而且是洗不掉的 所以這點讓我非常的不開心 如果大家有在考慮買像這樣子透明杯的話 我沒有很推薦買這一款 對 雖然我自己買了 我還是很愛它 但是 不會推薦大家買 另外一個呢 也是他們家的這個杯子 也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它很容易看起來 舊舊的 跟沒有洗乾淨 首先第一個呢 是它非常的難清洗 因為它的高度蠻高的 但是它的杯口沒有很寬 所以 有時候你這樣 你看我手這樣子就卡住了 所以 我沒有辦法用海綿 就是好好的把下面都清洗到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個這種 專門清洗奶瓶的刷子 就會這樣子 然後去清洗它 但是呢 它就是水分瀝乾之後 它還是會有一種這樣子 霧霧髒髒的感覺 我就是 覺得不是很OK 如果大家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因為我是一個生活白痴 各位生活智慧王們請救救我 下一個呢 來講一下我的iPad好了 這個也不知道為什麼超多人問的 那我買的是 iPad Air 對 突然一瞬間忘記我買什麼型號 好這個是 iPad Air 3rd Generation 搭配的是 Apple Pencil 是第一代的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挑Pro呢 是因為 第一它的價錢實在是差太多了 然後第二是我 聽了電源的comparison之後 我覺得 我可能沒有要用到那麼 high-tech的 你知道功能 那我平常 最常在iPad上面做的事情 除了 你知道 畫畫之外 當然就是看劇啦 看Netflix 所以你看它這個螢幕 喔 我平常就這樣子 吃飯的時候 就把一個iPad在前面這樣看劇 真的是 非常的實用 那說到Netflix呢 今天的這個影片 也很謝謝Surfshark的贊助 如果你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話 他們是一個VPN Service 現代人基本上是離不開網路的 我們在上面 購物 看劇 瀏覽網頁 那這些都可能會變成網路上一些 就是駭客啊 可能會竊聽 或者是盜取你的資料 他們有一個Hack Lock的保護功能 所以如果任何人想要 就是你知道 我要來拿你的資料囉 他們會發出一個警告給你 或是像另外一個 我很需要的是 就是Blind Search 就是可以避免你在 瀏覽網頁的過程中 被一些span的廣告給鎖定 那另外如果你很喜歡看劇的話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 網上的streaming平台 像Netflix 它會有國家或地區的限制 但你用VPN就可以改變你的location 然後你就可以瀏覽說 在美國才能有的一些影集啊 劇集就可以看得到 之前我介紹的時候 那個package 現在已經不能用 那這邊呢 是新的package 就是如果你用我的折扣嘛 就可以得到83% off 然後外加三個月免費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面的資訊欄點那個 連結 這兩個so far 我用起來都非常的滿意 那如果你不是什麼 超級professional的 覺得其實Air跟第一代的Apple Pencil 就已經很不錯了 下一個呢是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我真的是打從心底的 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用 這個的品牌是Second Morning 然後你不要看它這樣很小喔 它裡面真的超級能裝 像我昨天 我把它倒出來 你看像我平常帶的這個pouch 流進去 我的錢包 搓手葉 然後口罩套 面紙 面紙 手機 AirPod 它還有空間 而且它不會看起來就是 很大一圈這樣 然後它背後有一個這個小口袋 那有時候你買東西 可能有收據啊 你就可以先塞到這裡 就不會散亂在你的袋子裡面 然後另外一點我非常喜歡它的呢 就是它的這個肩帶很長 所以它背起來就是像這樣子一個 非常可愛的小袋子 然後上面寫 Make today your dance floor How cute is that 但是呢 另外一個Second Morning的袋子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推薦了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上次vlog有介紹過的購物袋 那其實它真的很可愛 我是真的也是很愛它 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的布料實在是太薄了 所以你看它並沒有什麼structure 你如果完全沒有裝東西的話 你根本就看不到它的字是什麼 然後如果你去買東西 然後你可能買牛奶啊或什麼 就一些比較重的東西回家 它就會那個形狀就會這樣搓出來 然後我就很害怕它會破掉 照片上面看起來沒有這麼軟趴趴 但實際使用下來我覺得 嗯...沒有到那麼的推啦 啊!講到韓國代購還有這個 登登! 沒錯就是我的睡衣們 那我so far已經買了三套 一個就是你們看了一百遍的橘子 然後一個是也看了一百遍的紫色熊熊 還有這個是新的格紋 那我必須承認就是 我那時候會開始買睡衣 是因為我太喜歡plenty的影片 然後它裡面就是穿很多不同的睡衣 所以我就有跟著買 那因為它們的價格其實都不是那種非常貴的 嗯...我請代購買的話 大概都落在大概150港幣到170左右 然後我就看你的款式是什麼 以質感來說你當然不能跟那種 Boutique啊!然後絲綢的那種睡衣來比 但是以舒適度來說 我覺得它們都算是蠻合格的 對!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也不知道是不是缺點 就是我平常在洗衣服的時候都會放那個衣物芳香豆 其他的衣服就洗完之後就會很香很久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材質的衣服它可能就香個一兩天之後 它只是又堅持自我變為它本來的味道了 所以好像也不是什麼值得扣分的事情齁 我目前所有的睡衣都是這個品牌 然後請韓國代購買的 By the way你知道我朋友說我穿睡衣看起來很奇怪嗎? 一眼可能不好意思講 但他也覺得我很奇怪 但怎樣?我就是喜歡穿睡衣怎麼樣? 再來呢也是就是詢問度非常高的 就是我的Beam Bag 那這個Beam Bag呢是Muji買的 我覺得它從大小到舒適度到整個使用的體驗來說 我都覺得非常的棒 它的價錢其實你們自己去Muji都可以看得到 是一千多塊吧 那因為我後來選了這個皮又稍微貴一點 所以我整個買下來好像是一千三還是一千... 忘了大概那個大概一千二三上下 的確它不是一個非常便宜的家司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太舒服了 你給你們示範一下 我可以這樣子看書 或是我很常這樣子攤著看手機 超舒服 如果真的要說它的缺點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它的這個皮 顏色沒有太多好看的選擇 可能因為它是Muji吧 所以它的顏色都走一種就是大地色調啊 但就感覺其他有在賣Beam Bag的品牌 可能會出比較多不同的款式 我那時候會選擇Muji 是因為我比價了一下 我覺得其實價格沒有到差很多 就是Beam Bag要這樣子size的 基本上都要這個價錢 最後就還是選了Muji 大家還想知道什麼嗎 好我想到了還有幾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首先這一面鏡子 這個鏡子呢我是在香港那個二手網站 叫什麼Carousel 剛好有一間就是賣衣服的店 他們準備要搬家 所以就是要get rid of it 所以我就去把它看回家了 這個我那時候買好像差不多大概300吧 我買的時候它的condition是非常的新 然後整個又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顯得我這個小套房 看起來空間感又再更大一點 所以我很滿意 這個好像沒有什麼實用價值 因為真的是二手網站可遇不可求 最後我想要來講一下我的Marshall小音響 對 為什麼你會在這兒 在講音響之前呢 我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我這個架子好了 這個是在HKTV Mall買的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IKEA 然後下面兩個是MUJI的收納 會買這個音響 首先是我想要裝飾一下我的櫃子 第二是我之前其實都用手機在放音樂嘛 那就覺得如果可以有一個音響的話 整個聽歌的體驗會更好 它上面是一個皮革 然後這邊都是Rose Gold的 然後你可以自己調說你的Volume 然後你的Bass跟你的這叫什麼Tri-Tribble I don't really know what's that 那這邊你可以替換你知道藍牙 或者是用音響線 雖然說我個人對於影響沒有 就是太多的概念或了解 但買了之後我是覺得蠻開心的 大家應該也知道Marshall其實真的不便宜 那個時候我也是小小糾結了一下說要不要買 但是因為它出了一個白色的 上面又是皮 然後整個就是很美好不好 我買了之後跟我媽講 然後我媽就說不要再買東西了 你到時候要回台灣怎麼辦 如果你單純只是要放音樂的話 你有非常多藍牙喇叭可以選擇 如果價錢對你來說是可以接受的話 我覺得Marshall是值得買的 以上就是我Vlog裡面常常會被問的一些物品 以及我使用後的感想 關於今天提到的Item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就是包含我在哪裡買的 我透過誰買的以及我印象中它的價錢這樣 那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